是的 全国独中高二高三的应考生将在两个星期后复课 校方得趁着这段时间按照教育部的复课指南 重新规划校园的布局 那马新社电视特别访问了柔府和霹雳州两所独中的校长 他们都异口同声表示 在新常态下必须以小班制上课 动用的课室和资源比以往多出一倍 就算将来全面复课校舍也容不下那么多学生 恐怕有一半的人还得待在家里上网课 才能维持社交距离 根据教育部的复课管理指南 新冠疫情期间 原本在同一班上课的学生必须分散到两个或以上的课室 以维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违禁之际 校方只能在课程或师资方面做出调整 适应新常态 那老师怎么样子上课呢 那么老师会在A课室上课 同时我们同步录影 把这个影像传输到B课室 那么也就是说 两个两班的学生 两组的学生是同时上课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教学进度就不会被影响了 华文读中向来以培养学生的德 智 体 群 美 全方位发展为教育方针 疫情期间虽然不能进行面对面的课外活动 但校方还是会想方设法 让学生的学习不仅限于课本 教育部规定 私立教育机构必须成立管理委员会 来处理复课后的各项事宜 老师一方面得忙着追赶教学进度 另一方面又得兼顾防疫行政工作 工作量大大增加 肯定啊 肯定加重很多啊 我们在外面看是没什么 但是里面他们说老师都是很忙很忙很忙的 因为那个老师要上私信的课程 然后也要根据那SOB的课程 然后学校的功课也是很多 所以老师的压力真的是很大 随着教育部宣布中午中六复课 不少家长都期待其他年纪的学生也可以重返校园 但校方坦言 按照政府的防疫规定 就算教育部允许全面复课 学校也没有足够的课室和器材 来应付大批学生 应该是容纳不下 如果以他的SOB20个人为一般的话 肯定我们的课室是肯定不够的 如果是全校回来的话 我们宿舍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因为我们的宿舍的人数 跟我们的床位是刚刚好的 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长期依靠华社资助办学的华文读中 也岌岌可危 我们是很难再向公众 进行任何的募款和活动 那其次的话呢 那我们学校中小经济情况的家庭 还是比较多 我们也很担心是说 他们难以支付学校的一些学费 那目前也有一些家长好像学校提出 就是在这个期间就不缴学费 但是我们就会面对很大的问题 这两所读中的校长都不约而同地表示 学校的财政状况令人担忧 希望政府能够增加华文读中的制度化拨款 才是长远之际 马兴社电视叶什尼采访报道